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在河南 在准决赛输给当晚的亚军是浦布洪松 而且当时浦布洪松是日本公认的最强王者 而浦布洪松因为跟这个哈维尔激战以后呢 输给了当晚自己的亲兄弟浦布公演 浦布洪松目前呢在日本crash也是非常的出色 曾经crash KO过陈明明 邓泽奇现在面对的一个对手呢 是It's Showtime的三届冠军和ISKA的洲际冠军 邓泽奇本人是WCK的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也就是说两个人赌了三条金腰带的荣誉 现在在这个擂台上进行比赛的 我们从双方的选手资料来看的 邓泽奇是91年身高1米76 而哈维尔埃尔南德斯呢是89年身高的是1米66 邓泽奇呢在身高上还是有一定优势 邓泽奇本人是这个中国泰拳自由搏击化的一个先锋者 在目前为止自己的这个泰拳演绎 在自由搏击擂台上越来越出色 而且自己的拳法的联机 包括拳法的落点以及拳腿的配合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 而他的对手这个哈维尔呢 但是在2013年呢又五回合点赴勒德斯拉 到目前为止邓泽奇是需要一个像这个哈维尔这样的一个抢手 来证明自己现在在世界或者在中国自由搏击擂台上的实力 两组的进攻当中其实明显的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特点 他的爆发非常快 而且攻防转换很快很突然 相对于他的这个跟他风格很像的邱建良来说呢 邓泽奇的打法相对来说更刁一点 而邱建良的打法相对来说更全面 亮变看是能不能产生质变的这样一个状态 特别是双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没有一个特别坏的毛病 双方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他们不低头 这个是泰拳手和拳击手最大的区别 拳击手很擅长在摇闪 都会造成很好的机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回合的慢进度的回放 第一回合我觉得邓泽奇的这个有效打击更多一点 而且确实从速度上来说 整个邓泽奇的进攻 他的出拳的速度是非常快 我们看邓泽奇在这一回合的这种推变化 刚才我们看到了邱建良面对子弹古拉斌 以硬度驻穿的古拉斌 用自己非常油滑的这个战术拿下了这场比赛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瀑布红松依然是现在日本亲生代理的顶级的领头羊 今天对阵的双方 邓泽奇还有海伯尔南德斯 都是身上有着金腰带荣誉的选手 所以说这场比赛看点也是非常强的 没错 当然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男子63攻击的明星超级战 探拳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不错 而且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演绎的也还不错 在这个整个自由搏击的台上 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多种这种综合的搏击和格斗的这样方式 这样一个组合 没错 每个人怎么样都合理的运用 然后呢利用自己的长处意识 对方的缺点非常漂亮 裁判接入的非常及时 如果这个时候裁判不接入的话 邓泽奇再连一个连击对方就可能直接被KO掉了 对 比赛继续 邓泽奇非常擅长这个打压迫的 那现在我们看邓泽奇的气势整个是非常强的 并且借助着刚才的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邓泽奇刚才的那个动作 前手手套烫在对方的手套上 用后手直接继续打击 这个动作在我们四人战的时候 徐吉曾经用这种大马金刀的方式 干掉了两个对手拿到的冠军 现在我们看的刚才这一拳确实非常的重 邓泽奇的拳一直打得都很正 而且这种一组合方式呈现 在进攻的效率上和作用上都是非常强的 都不散 邓泽奇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整个表现上 是非常不错 在第二回合哈维尔被毒了一个强八 如果在这一回合不给邓泽奇一个强八 或者把邓泽奇打倒 基本上这场比赛想拿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对 因为在上一个回合当中呢 应该说邓泽奇呢 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把自己的优势呢 无限的放大 邓泽奇这个前手的平勾肌辅 也就是干打 我们所谓的干打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特别特别的刁 就像一个实时拳在这个弓弦上的剑一样 只要你敢把前手抬起来 我就敢打下去 这个在我们的比赛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选手所采用的技法 前后手的直拳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二进攻 一二进攻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进攻 最重要的是看前脚的移动 和前膝盖的凝转 如果我们看前手的平勾的话 就是看我们前手的移动 前肩的凝转 以及前脚尖的内扣 如果做到这一点 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前手平勾 而邓泽奇做的就是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就看到了 邓泽奇在尤其是从第二回合开始的 整个这个状态的发挥的 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会儿呢 我们看好 这哈维尔二能色的有一点 这个要这个往回 往回扳的这个状态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优势 已经是非常明显 哈维尔现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打 如果跟邓泽奇拼拳 明显拼不过 如果拼全队进攻 好像也拼不过 打内围又被邓泽奇拽的满天跑 所以现在对方也有点拿不准 而且我们可以看这个对方的这个 肩膀宽度 对 相对来说 他是一个粗短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所以他如果打不进去的话 实际上是很难 对邓泽奇造成这种致命的连续伤害 这外面的这种这种状态 都是一种无用功 他没有办法这个实行 那个致命性的 或者决定性的打击 对方在最后这个打定点桩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功力啊 邓泽奇被压到定点桩的时候 对方的这奖下连击还是打得不错的 应该说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的时刻呢 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哈维尔的他的这个实力 也就是说这一组 最后的这一组 对 没错 这个哈维尔一直以来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洪方胜 荡泽奇获胜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